台灣目前還沒有開放中國的螺絲粉進口 不過台北市衛生局是公布的螺絲粉機查專案結果 有兩家餐飲和五家網購產品不符合規定 其中電商平台螺絲粉網站有四件違規進口 而蝦皮購物是有一件醬料包違法添加了防腐劑去水醋酸 最高可儲三百萬元 就是這家位在台北市大安區巷弄內的 羅家仙廣西柳州螺絲粉被衛生局機查發現 螺絲粉的湯頭原料是從中國電商平台購入 卻沒有依法向食藥署申請報宴 而另一家位在內湖區的柳州正宗螺絲妹 則是大門申索 因為店內的食材目前是屬於不准輸入項目 涉及違反海關砌絲條例 紅油酸生跟大陸進口的螺絲粉一樣 都是屬於海關砌絲條例的範圍 所以這個部分後續就由財政部官務署 來進行查處 衛生局表示去年11月啟動的 螺絲粉機查專案 結果有兩家餐飲業者 以及五件網購產品不符規定 其中螺絲粉網站有四件 涉及違反海關砌絲條例不得輸入 另外蝦皮購物則有一件產品醬料包 違法添加防腐劑去水醋酸 將依法開罰三萬到三百萬元 民眾吃到過量的汽水醋酸 可能會誘發腸胃道不適合症狀 例如說噁心 嘔吐還有肚子痛 衛生局再次呼籲中國製粉條類產品 包括麵條 螺絲粉等都尚未開放進口 尤其農曆春節即將到來 外籍配偶如果想購買自己家鄉 為食品返台 可以自用但不得販售 攜帶數量則需依海關相關規定辦理 以免觸法得不償失 記者賴水明 蔣東翔 阿特報導